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卡拉,欢迎收看本期的莫里说生活 每个人的寿命长短都没有定论 虽然精英会导致我们先天性的寿命长度有差异 但是研究发现寿命的长短有85%以上是由于生活习惯所决定的 而寿命短的人呢是长不住的,身体呢会出现两硬两粗 那第一呢就是缺缓硬 很多中短的人的性命并不是被癌症等重大的疾病夺走的 而是被非常常见的三高、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突发夺走的 当人体出现了血管硬化,说明血管老化严重 非常容易出现脑梗、脑溢血、心肌梗塞等情况 要预防血管硬化,平时呢要多喝点水 试着踮着脚来走路,能够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 那第二呢就是脚筋硬 中医上讲,筋转一寸,瘦增十年 这是因为我们人体有很多经络穴位都是通过脚部 脚筋变硬,说明经络不通 那各个穴位就出现了淤堵 身体的气血运行不畅 就容易导致身体的营养攻击不足 排毒不及时 久而久之就容易出现脑航腿 痛风、肝硬化、肾结石等问题 要缓解脚筋变硬的情况呢,平时呢可以多按揉一下腿部 从竹心的咏泉穴开始往上摁 每个角落呢都要摁一摁捏一点 那第三呢就是腰围粗 研究发现肥胖的人呢平均寿命比寿的人要少六年左右 而且呢腰围越粗,寿命相对来说就会越短 因为肥胖的人呢患有三高、脂肪肝 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会更高 控制血压的难度呢也会更大 因此呢肥胖的人呢千万不要过于放纵自己 要做到清淡饮食、控制食量、多运动、多吃冬瓜等能降脂的食物 帮助控制体重和减肥 那第四呢就是脖子粗 导致脖子粗的原因呢有很多 比如甲状上肿大、皮肤松弛、颈椎变形、过于肥胖等等 而这些原因呢都是不健康的表现 患有心脑血管的风险呢也相对比较大 这些表现呢如果你都没有 那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要继续保持 如果有几个就不用过于担心 从现在开始注重养生、养护血管 也维持不完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 还有什么健康问题呢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可以大家及时的回答 欢迎早发商量备用 关注某人说生活 更多的养生知识学起来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